呵呵呵 好那第三個比賽開始了 地圖是 赤拉斯廢墟 我們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好 出生點位上方十點鐘方向是 青色的重複選手 來自於GN2戰隊的 這不是GN2戰隊 這是那個 MV戰隊的Depoture 而出生點位下方四點鐘方向是 綠色的 神組選手 來自GN2戰隊的Curito 這場比賽其實 對這個Depoture來說 我覺得他的風格其實有點被Curito刻的 Curito其實算是一個很穩重的那種神組選手 而這個Depoture屬於那種 有點拼 有種感覺沒有嗎 就是個拼 我是 就我對Curito的這個印象 還是停留在他在 那個 12年的時候 不不不不不不 他在那個 Prime戰隊打STL的那個時候 不是經常被打哭嗎 對對對 打著打著就 打著打著就 哭了這個選手 我對他的印象還在 停留在那邊 因為他這個選手 他的比賽 我們很少能看到 因為包括GSL和SSL 他雖然是參加的 但是 沒出什麼成績 基本上就是 他心理素質特別差 就是我看那個採訪上來說 就是那個經驗教練的採訪 也就是說 Curito的心理素質並不是特別的好 就經常 經常會這種 打著打著就掉鏈子 但是實際上 Curito實力應該還是不錯的 其實還是有的 但是他 如果說前面是2比0的話 其實 對他來說還好吧 這樣輸了其實 還是有保底的 還是在底的 對 好上來 底下就是選擇裸3 裸3 裸3而且是有 裸3下棋 裸3棋 都防了啊 Curito也算比較穩 你慢投狗什麼的都防掉了 其實現在的 VP啊 大炮台修改之後 其實你 你投狗可能 會投的更加好一些 因為你沒有大部分大炮台了嘛 嗯 我們看到 基本上 第1個判斷對手提速可開 這個大概就只套路就好了 這無所謂的 這個東西 前期兩天都回事 Curito是單BVS 也算比較快的一種 應該是 我覺得最好 就直接就去鳳凰吧 原點對不對 直接就去鳳凰 究竟他怎麼打這種 如果說他選擇的是先知的話 我覺得也佔不到什麼便宜 反正他不管怎麼說 如果一般情況下來說的話 還是會選擇先知的 因為先知出門 對吧 然後家裡面的三況點下 一般都這樣子 就他怎麼選擇的 好 先知啊還是先知 這個打法呢 這個流程比較穩一些 對於現在的PVPZ 這樣的一個節奏來說的話 一個使徒 兩個使徒不停地偵查 他其實還是想兩個使徒 是搞點事情 搞的時候 然後先知再戳出來 自己把三基地開了 對 他可能也覺得是個原點嘛 先卡看能不能卡個位置 什麼的 他 他要把基地放在六點鐘那個方向 這個有點 有點拼吧 一條小狗 好一條小狗過來看一下 偵察一下 正常情況下應該是開正面的 對 他是不是也想給對方一個假象 讓對方看不到這個基地 我告訴你 職業選手的細節都研究過了 他開在這個地方 肯定是有自己的一個道理 我們待我們靜靜地看一下就好了 我們不要老是以 這種 正常的這種 正常這種思維去判斷職業選手的想法 對不對 二本也急了 他想的是去嚇對方一下 然後 讓對方覺得自己是一個 兩換一波 或者怎麼樣的 對吧 我覺得地板就 被騙了吧 他這個狗出的有點多 嗯 嗯 這先知 操作還不錯 沒死 你有這種感覺 你媽就我感覺被騙了 他現在 你看他蟑螂槽 他現在是滿怕對手是一個一波的 但是 會不會想到對手在那邊開礦呢 他應該要看了 他應該要去看 哼 哼 他不是一條狗進去溜了一下嗎 看到對方沒兩氣 哎呀 我剛才狗是想去看的 但是我的手 不聽了 不聽我的意志 怎麼辦 我的腦海裡面 沒有辦法讓 讓這個狗過去 哼 哼 操作出現了嚴重的失誤 哼 哼 哎呀 不管怎麼說 他現在農民也50多個了 好了好了 終於看到了 我的天哪大哥 你這什麼意思啊 哼 這一波過來 啊 章狼這裡過過來 看到了之後先打一波 哎 你別說這波 我覺得還是有點威力的 這波章狼 因為現在砲台被削弱了 以前是一點用都沒有的 嗯 現在砲台削弱 啊 直接要出自爆球啊 他在中間就回去了 這是對的 啊 底帕九的打法 因為前期他被騙了啊 所以 他在中期 被迫的補了一大票的張老 其實他雖然被騙 但他這個 農民還是很多的 農 農民還是比較多的 但只是因為 對手的這個 運營啊 也運營得非常好 所以說 這一波也無所謂 你原點其實不太好壓的 上面三個水晶 這邊還有水晶 不要想不通呀 這波兵 如果說掛的話 那 對手壓著你打的 你不能一掛這波兵 你要拖住對手 對你 你這波兵一掛之後 你就直接 必須強行把自己從籃補成兵了 這時候再不勸農民 基本上就騎了啊 基本上就騎了 怎麼說呢 現在整個局勢 其實雙方還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差不多 都沒有太多的一個接觸 發現第二個飛機場 他爆鳳凰了 我在想他待會操作的過來嘛 又是Blink 又是自爆球 又是鳳凰 這個組合還是有點難操作的 他敢這樣打 可能平時也練習了很多盤 哈 我告訴你 這個真的有點難操作的 好 找個地方刷一波兵 這個打刺蛇也變弱了嘛 刷一波兵 有這感覺沒有 是不是打刺蛇也變弱了 對的 他就少了一點攻擊力嘛 其實還好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弱 但是剛才這一下明顯是應該把這個刺蛇秒掉的呀 刺蛇打成紅雪 你想吧 他三個騎射對吧 有一攻的而且是 那就23 23的話 就69 對吧 那還是打不止刺蛇啊 打刺蛇還是要4下 反正我刺蛇在那個 就是使徒面前真的有點弱 這一波我覺得要被自保蛇炸成麻這一波 冰是很多 看怎麼包看會不會有失誤啊這個地方 怎麼怎麼失誤你告訴我這一波 這麼多目標 哎呀 這不就失誤了嗎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兩個兩個弄嗎 這不就失誤了嗎 呵 天哪 那麼多目標然後就沒炸好 這自保球真的不是很靠譜啊 關鍵他現在沒那個 沒有叮噹 你看我就跟你說了 肯定會操作不過來的 你看現在他這個是不是感覺操作不過來了嗎 鳳凰趕緊過來 這現在他需要的是一個叮噹啊 對沒叮噹他怎麼辦 但是我跟你說對方已經在轉那個了 在轉飛龍了 他要的就是你跟我換 然後我把你的鳳凰給你點 哎呦這個球炸得有點急啊 好在沒有打到經濟吧應該 殺了12個農民也還 也還行啊 並沒有把經濟說打的特別的傷 對 但如果要轉飛龍的話 我覺得 這波看飛龍能轉多少 如果說能夠打到15個農民的話 那我覺得 這就優勢了 打不到15個農民 我覺得就難打了 對 他現在有 關鍵他有還有5個鳳凰 這波飛龍倒是有點多 這波進去的話 反應很快 跑了 雙面死在去鳳凰了 家裡面已經 對能不能打到15個農民 打不到 但是被貼了 貼了兩個鳳凰有點傷 沒事沒事 就殺了兩個農民 這波 這波沒殺到農民 基本上其實就不算 不算賺了 他有blink的 對不對 你打點水晶其實 對他來說 馬上補起來就好了 但正面 正面也擋住了 差一點點啊 沒事沒事 現在自爆球倒真的沒什麼用 VT被甩了 哎呀我告訴你 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VT被甩了 現在 只要那個鳳凰能去起來 正面還是插不朽和使徒 其實就沒氣了 對 插不朽使徒打這個還是 打插打這個狗太快了 打任何都可以 唉自爆球送了就送了 送了就送了 無所謂的 你打吧自爆球 但是這個飛龍數量真的有點多 控制不住了 鳳凰有點 牽不住了現在鳳凰 強行打 鳳凰數量有點不夠抓 狗牆穿 哦穿進去了 這已經忙不過來了 已經忙不過來了 我就說嘛這鳳 掛了掛了這已經掛了 這飛龍有點多了 這波居然打 就算飛龍吃完你也輸了 你吃了那麼多 竹力也沒了 葵頭又要哭了嗎 不會哭了 哭了呀 敢言哭了 又要哭了呀 又哭了默默的又在擦眼淚 哦靠 怎麼又打哭了嗎 每一排都在哭 內本啊 不過鳳凰他比較重視這個比賽 重視我知道重視的 到一個新東家又被打哭了 本來我告訴你 我知道他為什麼哭了 這個位置 本來是給狗格的 是啊 但是狗狗就主力去打比賽 好不容易讓他有一次機會上來 對有 如果他贏的還好 那以後還有機會上場 如果輸的話 我估計他就圓圓無期了這上場 是的呀 而且是一個剛轉回到這邊的選手 新來的 沒有抓住這一次機遇 最大的問題是他打得更不好 他如果打得好輸了 那也就輸了 對吧 內本 那這樣的話